今天下午在台中下起的大雷雨疑似因为大雨视线不佳 在国道4号发生了三车连环追撞的事故 其中有一辆小货车翻覆就横躺在路中央 导致往东方向的车流是严重回堵超过两公里 而后方的道路也俨然成了大型的停车场 这一起车祸就发生在今天下午4点多 有好几辆的消防车也赶往现场救援 而车辆也赶紧往两侧来靠里让这个消防车 而这起车祸是否有人受伤 或者是当时是怎么发生的 国道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当中